中國大陸跟周邊國家 希望能夠呢 當一個好的老大哥 幫助大家 那你那菲律賓 明明也是在中國大陸家門口 然後呢 跟中國大陸 當年的時候 你來中國大陸 大陸也給你200億美元的訂單 但是你搞了半天 一年過去了 你又換得什麼呢 因為天天跟著美國喊打喊殺嘛 所以你看 榴槤啊 我們可以買這個什麼 買越南的 也不見得要買你菲律賓的 然後現在菲律賓又開始叫叫叫了 他說呢 現在菲律賓要跟 八個國家進行海上巡邏啦 要邀請誰 除了美國跟日本之外 還有澳洲啊 紐西蘭 英國 加拿大 法國 這八個國家他都想要邀請啦 美國 日本都已經有了 其他國家他也在邀請 然後呢 其實小馬克斯也說 我們就會捍衛 西菲律賓的主權啦 這就是屬於我們的 然後呢 菲律賓甚至還說 要把重大陸駐飛大使黃熙蓮 認真考慮 把他列為不受歡迎人物 你要把他驅逐嗎 你敢嗎 你有辦法你就來試試看吧 那為什麼他有這樣子的認知呢 因為美國給他很大底氣 他就說中國船隻使用高壓水柱 很粗魯啦 魯莽啦 然後呢 毛寧就說了 我們強烈抗議 敦促飛方停止在海上 侵權跟挑釁 這一次 12月9號跟12月10號 飛衣兵兩次 侵入中國的水域 都被痛打 痛打 被痛打 尤其在這個黃岩島 中國是3302 3305 兩艘3400噸的這個海警團 兩邊夾擊 對 就這樣夾沙 對 把菲律賓的這個 所謂的環境資源部的 這套公務船 把他上面的這個 雷達 雷達跟他的這個通信設備 這個導航設備 都把他都把他擊毀了 那你看是兩面 兩面夾擊 對啊 不手軟 好不手軟 以前以前就是射他的前面 對 水炮打他的前面 或者打他的側面 現在直接打你這個船 你進入到中國領海了 有沒有搞錯 3點已經進入到 山海裡部分了 你這個就侵入中國的 主權範圍了 你進入中國領土了 對啊 沒有經過允許 那就是管制跟管控 對 他現在用詞是這樣 管制跟管控 那你這些菲律賓 你看這些在旁邊拍照的人 看都嚇死了 對不對 這次被痛打 痛打 你這些漁船 根本進去都不敢弄 這個水炮對著你 你這個漁船就翻了 對 沒錯 現在你這艘什麼公務船 你那艘公務船 你看在中國的海警船 前面根本就是一個 你看那個量體 至少10倍 10倍以上 所以沒有實力 還要去挑戰 所以呢 最後就被痛打一頓 那其他的就在旁邊攝影 攝影又怎麼樣 這個東西給菲律賓老百姓看到 他就知道 丟臉 真的很丟臉 好 那現在他們很愛擺拍 尤其是他還有那個軍官 他就到了這個 仁愛礁上的馬德雷3號軍艦 好像在開Party嗎 你真的是很討打嗎 你看 這樣去訪問等等 但是中國大陸也亮劍了 尤其是11號的時候 台灣這邊有捕捉到 山東艦 由北往南 就台灣的北往南 穿越了台灣海峽 那這個方向就是怎樣 可以往南海 從這樣 那也可以來往南海這邊走啊 另外再來看到 菲律賓遠遠 其實有拍到了052D長沙艦 就是在九段線 經過的時候的必經之路 那也被捕捉到說 中國大陸早就在 這個美濟島呢 上面放了什麼呢 072 053 海警船 052C跟052D 更別說 中國大陸還有022 就在美濟島上面 022它是飛彈快艇 動作很快 打了你都追不到 然後還有包括056 054 這些都是在 這個美濟島上面 現在中國大陸就是 用實力來對抗了 講不聽嘛 對不對 你說他那個 菲律賓那個參謀長 我都懷疑他是游擊隊 還是正規軍啊 用這種方式登陸他自己一個 偷偷摸摸 對這種偷偷摸摸 這種軍隊說實話 真的讓人沒有辦法 產生對他產生那麼敬意 對不對 上去辦個party 還要偷偷摸摸 你要不然去不了 你就不要去 然後還自得其樂 還自得一滿說 我被這個中國大陸 這個海警船 用水炮打的時候 這個好像槍林彈雨 他們應該不知道我在船上 意思就是說 你堂堂一個菲律賓的 這個三軍的參謀長 用這種偷偷摸摸行徑 那還算有軍人的威嚴嗎 對不對 我覺得菲律賓這個國家 從這種行徑上 真的是不必客氣 還不必客氣 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大陸 不但在美濟島上面 已經部署了相當多的重兵 那麼對菲律賓來講 它的最近的水域 也有150海裏 你知道黃岩島距離美濟島 大概不到20海裏 所以中國事實上 現在在水域實力 遠超過菲律賓 菲律賓長途爬射 跑到仁愛礁 中國大陸從20海裏的美濟島過來 那邊軍機軍艦 什麼都有 你知道那個022飛彈區 飛彈快艇 它最後最快速度可以多少 50節 比航母還快 沒有啊 你一般的這種艦艇 30節大概到極速 最比航母還快 對啊 非常的快 而且它上面有6枚導彈 對 對自海的導彈 英級83 對對這個東西 你說你菲律賓那些軍隊來講的話 它兩艘艦就是把你擋在那個地方 兩艘飛彈快艇就沒辦法 所以可能現在光在這個美濟島上面的 022的飛彈快艇 220噸 那麼可能就不是一兩艘了 可能就常駐在那邊 因為中國大陸一共有大概70艘 022的這個飛彈快艇 那也是非常新的 非常新的 高速的 所以以軍力來講 中國大陸如果現在這個山東艦 再到附近水域的話 不得了 那個威治效果非常大 那我剛看了菲律賓拉的 這些拉幫結派的這些國家 你看美國 日本 澳洲 紐西蘭 英國 加拿大 法國 有哪幾個是域內國家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連日本都不是 不是域內國家跑去幹嘛 對不對 然後呢最重要的 越南理他了嗎 不理他 馬來西亞理他了嗎 不理他 印尼有回應他嗎 不理他 所以菲律賓在這個東協國家裡 他是單桿一個 找了一個紐西蘭 找了澳洲幹嘛 澳洲 澳洲多丟人了 最近跟著美國又投一票 反對聯合國大會 那個決議案 要立刻 沒有 澳洲這一次 他是跟美國對著幹 澳洲有嗎 有有有 來 這一次那個棄權 就是從棄權變贊成 贊成是有澳洲的 那可能那個A是澳洲 可能是澳地利 來 澳地利沒錯 來 因為大使特別講到 對 澳地利那我看錯了 因為我今天看了 那個整個名單 是澳地利 所以澳地利跟著美國跑 但是呢 連澳洲現在都跟美國不一樣 那太好了 在聯合國的這個表決上 終於良心出發 沒有發現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菲律賓找這些人 都不是域外國家 我跟你講南海行為準則 南海行為準則 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南海是我們周標國家的事 域外國家不要來蹭 沒錯 沒錯 這是原則 所以菲律賓找這個基本上 就基本上 我看將來南海行為準則 他不要簽算了 他去做亞洲的什麼棄兒 他去做他的海洋國家 跟其他海洋國家一起混 這個東亞的大部分的大陸國家 就跟日本一樣 他脫亞算了 菲律賓也脫亞算了 菲律賓脫亞 但是你的底氣在哪呢 你很多都需要中國大陸 你也許軍事上跟美國靠得很近 但是他能給你多大的經濟的援助呢 很多的菲律賓老百姓 恐怕也要好好思考一下 我想問一下大使 因為中國大陸在周邊國家 很重要嘛 必須要和平 那緬北就是重中之重了 那中國大陸再度通緝了10名 緬北電炸集團的頭目 這些包括劉家 包括白家 還有許家 魏家等等 那最新的是呢 緬北真的很關鍵 因為聯合國說 緬甸取代了阿富汗 成為世界上最大鴉片的生產國 那所以呢怎麼樣 大陸當然也希望 這個毒品的問題 電炸的問題 詐騙問題趕快解決 那國桿的戰士現在被說 勝負即將分曉嗎 現在同盟軍 現在拿下了四面佛跟三大帝 這都比較高地的地方 還有制高的一個作用 那更別說彭德人兒子彭坤 他其實最近出現在國桿的前線 慰問士兵 就被說士氣大正 那更別說另外再來的地方 這包括南天門 還有大水塘 這個地方是一守南宮 短期內事比較難奪取 所以呢 同盟軍就拿高地這個地方 比較有制高點 另外最新消息是 緬甸軍方發言人說 同盟軍在10月27號以來 使了緬軍失去的國桿地區 所有的外圍據點 為了創造和平生活 願意進行和談 那真的是和平曙光出現了嗎 那關鍵就是在白守城這一個人士 對白守城的處置呢 三方有一致的默契 就是願意接受 鄰國的法律來懲罰 就當然電炸不能夠接受 對 現在就是用談判 暫提這個戰爭了 這個是如果能夠談成的話 那國桿的話這場 這個老街這場戰鬥 可能就可以 告一段落 愛告一段落 而且不會產生太大的流血 現在同盟軍事實上 已經把老街附近的高地據點 就剛剛講四面佛 還有這個三大地 這兩個制高點已經拿到 所以老街基本上在這兩個制高點的控制下 事實上已經 如果炮兵在上面已經可以 從高點來控制住老街 那只是白守城現在他在死守 聽說把很多重要的這些建築物裡面 都已經佈置了機槍鎮 準備打巷戰 那當然能夠避免還是避免 對 能夠避免還是避免 基本上就是說這個就看了 緬甸 因為緬甸政府是關鍵 中國大陸的不是要消滅誰 或者說要控制什麼地方 中國大陸的目的就是 一個 王堵 一個電炸 王堵跟電炸兩個問題 這兩個問題 他的老巢放在緬北這些 老街是一個 所以呢 老街 所以成為緬北 也不見得就四大家族 白鎖成這些人就可以一手遮天了 背後是緬甸軍政府 所以 府邸抽薪還是要緬甸軍政府 願意去怎麼樣 去協助把 王堵跟電炸 把他連根拔掉 要正視這個問題 要正視這個問題 那現在你過去跟你講不聽 因為他們這些 這些緬甸軍政府裡面 搞不好也插幹部 有可能有 拿了錢 對 所以他等於就 被後座他們靠山 可是你今天 把果桿拿下來 你把老街拿下來 把果桿這邊的電炸王堵去 還有一個地方 也在緬甸 叫廟瓦底 對 那個聽說規模比這還大 30萬人 30萬人在那邊 那他在泰國的邊界 所以這一次 藉著這個東協會議 在中國高召開的時候 王毅連見三個人 沒錯 一個是緬甸的副總理 另外一個是 柬埔寨 另外一個是泰國 泰國 這個都是跟他們談的是什麼 都是王堵跟電炸 因為王堵電炸 已經在中國造成社會問題了 這很多退休本事 太多人騙了啦 老人家啦 這醫生的積蓄 就被他們騙光了 騙光了 然後造成社會問題 那還有很多這些亡命之徒 中國大陸的不消亡命之徒 也不放那邊投入 對不對 這就變成就是說 這個是中國社會的一個 嚴重問題 所以中國大陸政府 現在就是說下定決心要把這個成功爬起 那過去緬甸政府不聽嘛 現在已經瀕臨沉下了 瀕臨沉下了 那就有談判的機會 就看緬甸政府願不願意 因為緬甸現在同時這個軍政府 同時跟18個少數民族在打仗 對 18個少數民族 原因是什麼 緬甸自己政策有問題 緬甸實行民族不平等 而且他撕毀協議 他過去在他獨立的時候 跟緬甸少數民族 是有協議的 是承認 各少數民族擁有高度自治權的 那後來他自己撕毀了 撕毀了所有的少數民族 都起來反他 而且緬甸軍政府事實上也是怎麼樣 惡名昭彰 對 你像羅興亞人 他怎麼對羅興亞人 種族滅絕啊 對不對 還好這個緬北地方 因為山地啊 這些地形的話 緬軍沒有辦法在那邊大開殺戒 對 而且這些尤其這些少數民族 都怎麼講 都有自己的武力 可以自保 要不然也跟羅興亞人一樣啊 也是很慘啊 所以這一次的事情 我覺得就是說 我覺得只要緬甸軍政府 願意配合 把緬甸基地 境內的這些電戰王族 重甸產出的話 我覺得這一場這個 軍事衝突很快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解決 對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最近世界上有幾個戰爭 中國大陸面對周邊國家 他自己的鄰國的時候 他希望穩住這個局勢 但美國現在呢 深陷兩場戰爭 讓拜登整個民調 真的灰頭土臉 第一個呢 有包括什麼 包括俄污 還有巴藝的問題 我們現在看到 為什麼呢 很大的影響 因為呢 中國大陸共同提案 聯大的會議 就是呢希望趕快停火吧 趕快人道的停火吧 最新呢是 12月12號 153國啊 然後呢是贊成的 反對只有10國 棄權是23國 跟10月27號 差不多的這個提案相比呢 你看當初是121 變153 當初反對14變成10國 當初的棄權44到現在23 等於全世界就希望你趕快停止了 反對誰 就是美國啦 以色列啦 捷克啦 奧地利啦 巴布亞瑞 吉內亞 巴拉圭 賴比瑞亞啦 米克努尼西亞 秘魯 瓜地馬 諾魯 諾魯 好多都是中國 台灣這邊的 所謂的邦交國 就美國你能夠影響的國家 另外 棄權變贊成的 我們提幾個 澳洲 加拿大 印度 日本 菲律賓 南海 這些都是 然後呢 反對變贊成的 克魯埃西亞跟斐濟 反對變棄權的 匈牙利 馬少爾跟東加 對 所以現在國際的明星 向背已經很清楚了 美國還是站在全世界 人權跟民主這一邊嗎 就是這十國 對 站在公理跟正義的這一邊嗎 奧地利還是算是歐洲國家 是有分量的 自認為是文明國家 自認為是什麼 民主陣營一權 人權的這個捍衛者 他們這些標準到哪裡去了 對不對 我覺得真的是 這些國家應該都把他記住這些國家 在人類社會面臨一個抉擇的時候 他們站在邪惡的一邊 真的 另外 我想再問一下大使 因為現在呢 美國很緊張還有什麼呢 就是 烏克蘭這個問題 原污也是沒有辦法嘛 然後呢 現在還有怎麼樣 看到是說什麼 原污的部分 也就是有關於說 那沒有給錢嘛 所以呢 美國眾議院議長強森 跟哲倫斯基見面的時候 結果呢 強森還說 我們還是沒有要撥款給你 然後拜登就說 我們會一直支持你們 不會放棄的 然後呢 哲倫斯基就被問到說 有沒有準備要割讓領土 他說 我覺得記者這題文真的瘋了 放棄領土等於放棄人民 現在其實 哲倫斯基跟那個拜登 兩個是命運共同體 對 他哲倫斯基去救拜登 拜登也要救哲倫斯基 因為哲倫斯基救不了拜登的話 事實上 拜登選舉就完了 因為這場戰爭打不下去 輸的話 那拜登絕對不要選了 這場戰爭跟拜登有關的 從開始打到現在 拜登都是怎麼樣 沾沾自喜的 結果打敗了 那美國老百姓不是跟拜登 拜登來 所以拜登再怎麼樣 要哲倫斯基撐下去 那可是拜登自己不爭氣啊 他自己得不到美國老百姓支持啊 所有的眾議院的多數沒有啦 其中選舉他敗啦 對其中選舉敗就是美國對他 他自己表現不好嘛 現在民的更慘 現在更慘啊 現在美國共和黨就是不給你啊 這個錢 你說要1060億 所以增加預算 國會為什麼要給你 為什麼要給烏克蘭 烏克蘭600億 對啊 那那個 那個美國的很多眾議員講說 烏克蘭現在還算民主國家嗎 他現在反對黨都不能活動了 都被他都被他管在那個地方 基輔市長罵 哲倫斯基獨裁者 獨裁者 就他就下一個普丁嘛 俄羅斯 烏克蘭現在正在慢慢變成普丁 可是人家普丁明年還要選舉 這個哲倫斯基不選舉 哲倫斯基不選舉 他就繼續連任啊 有這麼好的事啊 對不對 那另外一方面 他的貪腐很有問題啊 對 對不對 那些子彈消耗 真的都打到戰場了嗎 那個不是 哈馬斯說 謝謝烏克蘭 謝謝烏克蘭嗎 所以我覺得 現在烏克蘭問題很嚴重 那烏克蘭事實上的話 他事實上 烏克蘭如果拿不到武器的話 他這場戰爭也必敗武力 這場戰爭就沒有未來了 他只有怎麼樣 割地賠款 所以才有記者問他說 那你就土地讓你可不可以 他在那邊叫 在那邊叫有用嗎 形勢比人強啊 那你今天你兩個人是互相取暖 可是呢問題決定是美國人民 美國的大部分人民已經懷疑了 共和黨是不會讓你過關的 所以呢這一場我覺得現在對拜登來講是一個政治危機 對於澤倫斯基也是一個政治危機 所以兩個互相抱在一起相互取暖 那澤倫斯基也沒事幹 為什麼 他去美國之前他跑到什麼 跑到智利去 跟那個匈牙利的首相吵了20秒的架 對然後呢你跑去智利 智利是全世界大窮國啊 你跑去參加人家舊子典禮 是阿根廷啊 阿根廷阿根廷阿根廷你跑去阿根廷幹嘛 對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澤倫斯基已經頭殼已經 我覺得已經 方寸已經亂了 而且人家叫他哪去到哪 上一次本來參議院要表決這個預算案的時候 本來要他視訊會議最後一秒取消 誰要聽你啊 對不對你跑到美國 他只能私下談談 美國國會有待見他嗎 沒有啊 你想想看俄乌戰爭剛打之前 澤倫斯基是什麼行情 是啊 哇 那個簡直是全世界的寵兒 這幾年 這一年多下來 他已經怎麼樣 已經光環進退啊 然後狼狽不堪 可是問題他本人吃得白白胖胖的 好啦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唯一都是跟拜登有相關 巴以的問題到俄悟的局勢 拜登都跟他們綁在一起 但反而卻害到了拜登自己本人嗎 因為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捷控